好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呢收看由私修电子工作室推出的深入浅出STM8单片机入门系列教程 那么本套教程的配套书籍呢 是由北航出版社出版的深入浅出STM8单片机入门进阶与应用实力 配套的硬件平台呢是私修祥云的小王子开发版 那么今天这节课呀我们来讲解理论讲解的第48讲 叫做单片机数据通信基础B 因为我们在这个数据通信基础啊之前我们讲了一个A讲 那么这节课呢就是对A讲的一个延伸一个补充 那么是一个B讲 那么AB两讲可能对于我们后续讲的这个UART 或者是SPI或者是I方C啊这样的一些讲解呢 它都会起到一个共性基础的问题 所以说大家呢一定得学好啊把它学懂 或者是把这些小的基础呢知识点呢把它记住 以后呢少走弯路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啊 在讲这个数据基础B的时候呢我们来回忆一下数据基础A 那么数据基础A里面呢可能我们总总共呢主要讲了这么些个东西 你看这个基本概念 那我们用这个烽火系诸侯来给大家说了这个单片机数据通信里面的基本概念 对吧 还有一个呢就是串行的方式并行的方式 为同步的方式呢我们也讲了两种 一种是异步的还有一种同步的 以及呢我们说在异步通信底下有一个小针的结构 这个针的结构拿出来以后呢讲了讲控弦位呀起始位数据位教验位和停止位 那么在教验位上呢我们还引入了一种比较古老的传统的简单的啊 那么基偶教验法是吧 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总共就讲了这么些 有些同学说哎呦厉害了我的哥 承让承让啊 这个数据通信A它是干啥的呢 总共主要它总共讲了这么些个啊 主要是为了给我们打一个基底 不然的话我们可能连这些东西都搞不清楚以后啊 后面在通信的实际过程中 你就要遇到一些问题 或者是你有些名词你都搞不清楚 所以说我们说要认真的学习这个通信基础A和B这两解 那么呃我这个A讲已经讲完了以后呢 我收到了很多同学啊或者是群里面朋友的一个咨询 说老师啊这个东西啊 你你这个录的视频啊录的好像太多了 你每一个理论课啊你都给我们讲的这么细 感觉你录到啥时候才能录完呢 所以说我说不用担心 我都没觉得累 你肯定你也不应该觉得累 是吧 我们说我也想快 但是我们说不能说为了快而快 我给搞个实讲讲完了啊 那不行 所以说我们得把这些细致的东西要用到的东西 我们得讲完 你要理解啊 我讲的这个东西可能它不只能用到STM8上 它可能用到其他的单片机上也可以 而且我们说有一句话 我想指出来叫学习不要找借口啊 不要找借口啊 你比如说我我说到这儿我特别想引出一个事儿 我给大家一起来警醒警醒啊提示大家 比如说我们这个在卖板子的过程中啊 结交了一个朋友 他呢比我小两岁他二十六岁 我今年二十八岁 那么我现在给他说 他给我抱怨啊 说龙哥我跟你说 你可是不知道 我现在学单片机最大的阻力是啥 就是因为我生了两个孩子嘛 因为国家开放二胎呀 我就生了两个孩子 哎呀这个老大呢也小 老二呢更小了 晚上搞得我都睡不着觉 哎呀这么反正找了一系列的理由 就是说反正就是这个单片机啊 反正从买我的书他说是 哎16年底买了我的书 不是16年底啊 就是16年底就是开始买了我的板子啊 开始学习 他说我已经学了半年有余了 都学不住门啊 感觉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学 给我找了很多很多的理由 又是老大又怎么样 又换尿片又怎么样 晚上睡觉又折腾他怎么样 所以说我想讲的是啥呢 我当然我只能听着是吧 听着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他老给我抱怨 后来我老给我抱怨 我就因为我们两个关系 现在也挺好了 老给我打电话 后来我就我给他说 我说你别找这些借口了 为啥 因为这两个孩子吧 也不是我造成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说你那天晚上你干了啥事 你得到了这么一个结果 那你现在怎么又出来这个结果了以后 自己又觉得好像这个负担很重啥的 那你当初做这个事的时候 你咋没想到呢 是不是啊 所以说怎么说呢 现在有些朋友吧 他就后来后来这个朋友 更加那个啥了啊 他后来都说说说抱怨了一半 我给他开导 开导完了以后 他还他还羡慕起我来了 那我说你 他说龙哥 我羡慕你 我说为啥 他说你看 你看你啊 28岁 你看你在学校吧 你又没找对象 你又没组建自己的家庭 你看你现在又没孩子 哎呀 我好羡慕你的感觉 我听了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哪是在羡慕我呀 这简直就是动摇我活下去的决心嘛 是不是 所以说 老是遇到这样的同学 遇到很多 所以说你看 搞得我这个东西 听了他的电话 把电话撂了以后 我都懵逼了 我感觉坐了一会儿 我以后 我在想他这个东西 说的挺好 别人26岁啥都有了 你28岁 你还在搞单片机呢 是不是 所以说说起来 我是很可怜的一个 所以说这个地方 给大家说了 学习的过程中 特别是对于不同人群 可能他没有上过大学 他可能他没有上过C元 没有学过书店磨店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啊 都不是借口 之所以你不会 是因为你没学 之所以你没学 那你现在就应该要学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 不要老是以工作 老婆 孩子 家庭 或者是年纪 作为借口 龙老师 我今年40了 我还能学吗 能学呀 为啥不能学 哎呀龙老师 我感觉我今年都40了 我在学了这些知识的话 我觉得很亏 为啥 我问他 我说为啥亏呢 他说你看啊 这个人呢 学这么多了以后吧 你记不住 老了以后吧 就忘了 而且你这一辈子 过得也太辛苦了 要学这么多东西 那到时候还不是要死 那你说 你说你这个东西 咋会这么想 那比方安因斯坦 学了这么多东西 他还不是死了 他更亏呢 你比他 你不算亏 他更亏 他还不是死了 对不对 所以说老是有这种同学 老找借口 搞得我哭笑不得 我还只能是听着 电话里听着 因为关系也不熟 还不能这么去 去嘲笑他 对吧 只能说啊 怎么怎么样 给他疏导 其实我觉得啊 大家不要找借口 好好的学习 有一些时候 我为了逗大家笑 我可能做个PPT 要花好长时间 所以说大家理解我的苦心 好好的认认真真的 把这个课学好 全明白啊 好了 说了这么多 说说偏题了啊 我们继续来讲 我们今天这节课呀 讲的是B讲 那么B讲里面 有些名词 可能大家不知道 所以说大家掏出这个本来 要记一记啊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上节课呢 A讲里面 我们讲的是异不同性 这个异不同性呢 它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小真结构 它一次传输的数据量并不大 而且呢 它的真结构呢 也相对来说固定 那么同不同性呢 它是对于异不同性的 另一种通信方法 它也是一种未同步的方式啊 同不同性跟异不同性 其实它有很多差异 首先说来说线数的差异啊 这个异不同性呢 一般来说 它就两个线 比如说UART 它就两根 但同不同性呢 它的线数可能是两根 三根或四根 或更多 它可能有一些辅助性的线 比如说它有时钟的线 专门拿出来一种时钟线 因为它 因为它传输的数据量 一次性比较多 它就要求时钟呢 必须要很严格 你不能有一点偏差 因为偏差完了以后的 可能你传输就错了 所以说它可能有单独的时钟线 或者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呢 骗选线啊 骗选一些设备 或者是什么呢 还有DI或者是DO 或者是SDA 这样的线路 就是说它的线数 当时有些同学要说了 那我明白了 同不同性的线数 比异不同性要多 这个也不一定 你看同不同性里面 有一种I方C 它就是两线的 SPI呢 有可能是三线 也有可能是四线 为啥呢 因为SPI呢 本来有一根失中线 有一个骗选线 还有一个主机输入 重机输出 或者是主机输出 重机输入 那这时候呢 它可能是涉及到四线 如果说不算骗选线的话 那也有三根 所以说这些东西 SPI和I方C 我后面会给大家说 那你要记住啊 我们说的UART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 一不同性 而SPI和I方C呢 它实际上是一种同不同性 同不同性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点 就是它要求 时钟频率和时钟相位 要高度一致 不是说保持一致就完了 要高度的一致 以免传输错误 是吧 它的这个数据长度呢 针的长度 和它数据流的 数据块的长度呢 大小呢 一般来说 比一不同性要大的很多 大的多 所以说我们把这种针呢 叫做大针 大针 我们把一不同性呢 叫小针 我们来看一看啊 同不同性 同不同性的速率 一般来说是56K以上 其实像SPI 轻轻松松上造级都可以 i方C 快速的上400K 也可以 再快速 可以上造级 但是也要涉及到一些控制策略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看啊 它的数据真的组成 你看第一种 单同步的方式 用同步字符 放在前面 同步字符 主要就是为了 通过这个段啊 来调整收发霜的时钟 要严格同步啊 然后后面跟着一个数据块 数据块不一定是一个字节 可能是N个字节组成的一个大块 后面呢 是CRC的校验 分为两个字节 是吧 CRC呢 就是融于校验码 它不只能对前面的数据块呢 进行个校验 还可以对那些错误的位呢 进行个识别 或者是纠正 是吧 那么还有一种双同步的格式 有两个同步字符 数据块 然后再加校验 还有这个SDLC的这种协议 他应该说它是一种协议啊 前面有一个标志符 后面也有一个标志符 那么这个地方呢 放了一个地址符 八位数据块 地址符呢 用于区分是哪一个机器发出来的 数据块呢 用于携带 具体要通信是哪些数据 后面呢 再加校验 还有外同步方式 所谓外同步方式 就是不以同步字符 为同步的一个一个头 那么以时钟外部的硬件 作为一个时钟的一个同步 相位上 频率上 作为一个同步 所以说在他传输的这个格式里边吧 没有同步字符 直接就是数据块和校验码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种呢 是HD 这个这个LC 这种格式 那HDLC这种格式呢 它实际上也是这个样子 有两个标志符 把它夹在一起 有一个地址符 控制符 和数据块 那么实际上 与这种形式呢 就多了一个控制符 所以说呢 同步通信呢 它的这个真结构啊 应该来说 它的花样很多 那么大家呢 要具体的区分 但是同步的数据呢 同步通信呢 一般来说 对时钟要求很严格 而且它会单一列出一个什么呢 时钟线 它在有一个时钟线 保证收发双 双方啊 它的时钟必须要高度一致才可以 这是我们说的同步通信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串行通讯的数据传送方式 这个传送方式研究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对象 一个就是方向 收发双方 就是谁来作为收 谁来作为发 那怎么收 怎么发 是你到我 还是我到你 方向性的问题 好 我们说一个漫画 我们来解决大家对这个东西的理解 我说呀 有一个寺庙 它现在呢 修在山上 那么这个住持呢 就说 哎呀 这个我们庙子里边你看这个上山呢 这个太不方便了 我打算修个路 让这个大家呀 有一些乡客啊 善男性女啥的 是吧 往上山了以后 这个这个香火都旺盛了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住持就说 问一下这个全市僧人的意见 那么这个小和尚A呢 就说 那这样吧 你修个路 修一个路呢 只能上山 那就是上山的路 你修一条就行 那么这个住持问 那下山咋办呢 那这个小和尚说 那这个东西我没考虑过 他只考虑到了上山的这条路 然后这个小和尚B呢 又说 那这样吧 还是修一条路 因为我们节约经费嘛 是不是 修一条路就行 那么上午的时候呢 就让大家呢 上山 下午的时候呢 就让大家下山 中间其他区域呢 就规定就只能在这个庙里待着 反正就是 以什么样的方式呢 分时的方法来上山和下山 那么小和尚C呢 他就说 哎呀 我跟你说 你这个目光太短浅 我们这个寺庙吧 应该说 有香火力后就不差钱 不差钱怎么办呢 你就修两条路 你别给整一条路 修两条路 一条路上山 一条路下山 那这个东西 谁也不爱照谁 你想上来 你上来 你想下去 你下去 是不是 所以说这样的话 就可以同时的来进行 大家也 谁也不爱照谁 所以说我觉得 从这样考虑的话 以后我们这个寺庙啊 应该会发展的更好 那么可以迎接更多 更多的那些善男性女 是不是这意思 好 那么这个住持一看 这个小和尚C呢 说的这个话 虽然说他的投入要大一点 是不是 他修两条路 但是从长远来讲的话 他的这个效率 或者是这种灵活性 更好一些 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 小和尚要修路 这个三个例子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三个例子 实际上就是讲的三种传送方式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一种 小和尚A呢 就是单攻方式 单攻方式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领导给你说话 领导说话 一般是领导坐在那呱唧呱唧 一直说个不停 我们只能听 是不是 他的方向一般来说 只能是一个方向 就是A到B或者是B到A 也就是说 在一个系统里边 他的方向一般是定死了的 只能是单向传送 所以说他叫单攻方式 明白意思没有 比如说 你比如说这个A到B 那是实现 那只能是A到B 那就不能说 一会儿又A到B 一会儿又B到A 他只能是一个方向 相对来说 角色呢 是固定的 好 我们来看一看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GPS解码 我们很多呀 现在这个淘宝上 卖的那个模块很多 比如说有GPS的模块 有北斗的模块 不管你是GPS还是北斗 他实际上 比如说以GPS为例啊 GPS模块上电以后 你一般单片机 是不需要去配置这个模块的 他只需要去接收这个模块 串口发送来的信息 他是不断的在发 他是符合NMEA0183的协议包 就是NMEI的一个协议报文 他叫做 你可以把它叫做协议报文 你也可以就叫他一个数据包 他源源不断的在发 你从这个数据包里面 你看我截的图 大家看啊 你就可以分解出海里数 或者是航向 或者是精度 或者是纬度 或者是受时信息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呢 拿来干啥呢 那就送到我单片机里边 我去解析就行了 那么在这个应用里边 我根本就不需要由单片机去控制他 或者是向他发什么东西 我只需要把他的东西取回来 他只负责发 我的单片机只负责收就行了 那这种东西实际上就是一种单工通信的方式 是不是 只需要接就行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小和尚B 小和尚B呢 他应该说 他是一种半双工方式 他是采用什么策略呢 分时间 上我你就来 下我你就回 那这时候呢 你看这个图啊 就是收发双方啊 A和B都具备 但是呢 有一个小开关呢 在打 如果说这个小开关 打到这个上面 这个地方连接起来 小开关 这个地方连接起来 那这时候 A的发就和B的收 接在一起了 如果说这个开关呢 这么打 那么这时候 A的收呢 就和B的发呢 接在一起了 也就是说 他是分时分策略的进行一个收发对象的一个互换 他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无线对讲机 有一些个无线对讲机 他就支持这个半双工的通行方式 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小酒店 听清楚啊 我说的是小酒店 那种家庭式的旅馆 或者是本来房间楼层数不多的那种 你如果说你住好了房间 你要退房 中午下去了以后到前台 你说前台 我要退房 不住了 那么这个前台说呢 你稍等 说先生你稍等 结果这个前台就拿了一个对讲机 说阿姨阿姨 601房间退房 601房间退房 那么这个他就他就挂了 挂了以后呢 一会他那个对讲机 他就要想 那个阿姨说话了 说601房间可以退房 检查完毕 over 那么这样的话 实际上就是 这个这个无线信道啊 实际上是一方发起 那么另一方只能接听 那么接听完了以后呢 他检查完了这个这个房间 没啥问题啊 那这时候呢 那他他也怕呀 你要是把别人电视机给抱走了呢 是不是啊 也有这种情况 他把所有东西检查完了以后 没啥问题 那么他就在楼上说 啊 检查完毕 可以退房 那这时候前台就给你退房了 把押金还给你 是不是这意思 这种实际上就是单半双公的通信方式 大家要理解啊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小和尚C 小和尚C啊 可以说他是最有头脑的一个 他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全双公的通信方式 他既可以从A到B 也可以从B到A 也就是说 他是两个通信方向 两个通道来管数据的 既可以同时发 也可以同时收 是不是意思 好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通信里面 可以说是用的最多的 你想一般的单片机都具备一个 全双公的串口 应用比较广泛 他可以与很多外设呀 模块啊 进行个连接 我们来看这张图吧 你看TX呢 就是Transfer Transfer就是发送的意思 那么还有一个RX呢 就大写字母Receive Receive的R 就是接收的意思 是吧 那么TX呢 到RX 那么RX呢 到TX 就相当于说双方啊 在握手 交叉握手 你的可以给我 我的可以给你 就这个意思啊 那么实现一个 你可以从我这边 你可以发 那我同时也可以发到你的收 就是这个意思 同一时刻 允许两个方向 数据互不冲突 就这个意思 你看一看这张图吧 这张图呢 是485的总线 和232的一个多机 多单元的一个多机通信的机构 你看 每一个微控制器的节点呢 他都可以向这个主机呢 进行通信 那么这时候呢 当说你也涉及到一些 申请仲裁 或者是总线的占用和取消 这些过程 当说以后我们再讲 这些复杂的流程 特别像i方c 通信的时候 咱们就要讲一讲 这些时序了 是不是 在串口通信的时候 你只要记住 全双空通信就行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又开始 讲到了重点 重点是啥呢 就是关于一些名词的解析 我们来看一看啊 我们开始学习串行的通信失踪 和串行的通信速率的问题 那如果说你要研究这个通信失踪和速率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内容 以及发送的速度的问题 对不对 比如说我串口发送 我可以发送一些个文字编码 我可以发送一些个啊 这个字符 我可以发送一些个数据 但是不管你是文字还是数据 还是什么什么字符 那实际上都会转成一些0101的代码 这个0101的代码 可能又要用某一种格式 某一种波形 某一种编码形式发出去 那这个东西就成为我们本小节探讨的内容 我们下面呢 就要对这些名词做一个了解 比如说发送时钟 啥意思呢 接收时钟 波特率 比特率 波特率因子 有些同学啊 他说 你说的这个东西 我乍一听 我都没听过 我只知道 波特率我听过 就是波特率越高吧 发的越快 那么这个波特率越低呢 好像发的就越慢一些 那其他东西我没听说过 那波特率 比特率 这不就一样的东西吗 是一样吗 不一样 那么它两个的区别在哪呢 好 很多容易混淆 或者是有些书上都没有讲这两个东西 他默认就是比特率就是波特率 正不正确 错误 极其错误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说呀 第一个什么叫做发送时钟呢 时钟的快慢级决定了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以一张图啊 给大家分解分解 实际上 咱们有些同学呢 学过五腰单片机 那么有一些同学没有学过五腰单片机 你不管你学没学过五腰单片机 对你学习STM8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当然说 有些同学说老师 我这个没有五腰基础 那能不能学STM8 可以啊 我跟你说啊 我就亲眼见过 我们原来公司里边有没有学过五腰 也没学过STM8什么 直接上手STM32 学的非常溜的都有 所以说这个东西并不是说 一定要从哪条路走起 或者是你的起点必须要相同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大家要有信心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以一个古老的芯片 AT89C51 这个芯片是什么时候的呢 1974年 你算一算吧 你算算它 它有多久了吧 它是一个五腰单片机的内核 就是采用英特尔的MCS51内核架构的 我们来看一看 它这篡口 为什么我以它来讲呢 因为它很简单 所以说大家能够理解 比如说你看一看啊 它内部里面想发一个数据 就我单片机内部我想发一个零X66 按理说吧 这个零X66发出去了以后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波形 一会儿我再解释 为啥是这样一个波形啊 因为零X66翻译过来 就是零一零零零一零 这个零就在这 然后这个东西呢 就是零零零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它的波形实际上是这样 而且五腰内核呢 它传送的时候是低位在前 高位在后 其实我们五腰的东西 我们就不讲了 我们这个东西课 本来也不是为五腰讲的 对不对 五腰的东西呢 我们理解一下 把它的概念拿过来看一看就行了 好 这个地方 它想发一个零X66这个字节 那这时候呢 它就发送给了发送的寄存器 叫做Sbuffer 那这个Sbuffer 怎么来变成这么一个波形呢 那它就通过里面呢 有一个发送控制器 把它呢 实现一个并转串 把它实现一个并转串 一个一个呢将它一味进行输出 好比说是我们那个切大白菜 那或者是切面条 或者是要做那个饺子皮等等一样 我们先给揉一个面啊 这个面呢很长一条 然后我拿刀呢一切 一切了以后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小圆柱 然后我用手啊这么一摁 一摁呢就变成了一个饺子皮儿 饺子皮儿呢再弄上馅儿 然后就可以包饺子 你可以选择大葱馅儿的 讲偏了讲偏了 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意思就我说的意思啊 就是说把这个面呢给切 一刀一刀的切 切成一个一个的这种圆柱体 那么这种东西就实现了一个 那个面的那个那个加工 是吧 那么你并行的数据通过门电路 一个一个的移位移出啊 移出就变成了我们说 一根线上的电瓶 明白这意思不 就是并行变串型啊 就这意思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就是发送的一个过程 是不是发送的过程 好比说吧 什么叫发送 你看有一些学过五一的啊 我这么给我学生说的 SBUF等于RX和X等于SBUF 就是发送和接收的过程 怎么说呢 我说SBUF就是快递员 这个RX呢就是你 你把东西给快递员 那这就是发 东西快递员把东西给你 这就是收 明不明白 就这么简单啊 就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 你把东西给快递员 那就是发快递 快递员把东西给你 那就是收快递 简不简单 其实很简单 我说啊 说个老实话 我们说单片机 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说白了 你叫做你是用单片机 你不是自己造一个单片机 所以说哪来的那么复杂呀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看 这个发送时钟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控制它移出的速度 你移出的这个时钟频率越高 那移出的速度就越快 好比说我切这个面条 我不敢切的太快 因为我怕切到手了 那这时候我就慢慢一刀一刀切 那如果说一个专业的厨师 哗哗哗哗哗 你都看不清楚 那面直接收一下就给你切好了 它的手速快 我的手速慢 这个东西就叫发送时钟 明白意思没有 发送时钟决定的是 移位的速度快还是慢 也就是说 你可以把它写成一句话总结 发送时钟决定了 移位移出的速度快慢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吧 这就是发送时钟吧 就是发送单元里面 约定好的一个速率 以什么样的速率 将数据呢进行逐个移出 就这么简单 好了 发送时钟讲完了以后呢 我们来看看接收时钟 接收时钟很简单 接收时钟呢 就是移位移位决定 他以什么样的速率 把这个数据拿回来呗 对不对 接收时钟 好我们来看看啊 接收时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样 你这个这个接收的这根线上啊 它来了一个数据 可能是我们刚刚说的那样的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呢 经过接收时钟的移位以后呢 就把每一个数据呢 给取出来啊 可能是这样啊 那么0x66呢 就传回来了 就变成0110 0110 那么经过一位寄存器 在一位控制器的控制下 那么就把它全部拼合 拼合成了一个0x66 那么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串形数据 把它移位变成并形数据的过程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发送是并转串 接收是串转并 当然说你这个51单片机里面 它还涉及到缓冲单元的问题 发送它是不带缓冲的 它直接并行数据来了以后 就经过门电路 一个一个就给你切好了 切成我们说的一个脉冲的形式出去了 那么如果说回来呢 它先要到一位的寄存器里边 先存着 存完了以后 一位完了以后 然后再到我们说的接收寄存器 然后再把它发出去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双缓冲结构 第一集在这儿 第二集在这儿 但有些同学说 老师我以前的能听懂 你说的这个缓冲结构听不懂 听不懂无所谓 因为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们讲51的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 可以提很多意见 说不定我什么时候有空了 我想做一套51的开发版 或者是51的书 或者是51的教程 给你们讲一讲 也可以对不对 好 那么接收时钟的快慢 决定了什么呢 就是输入信号 这个脉冲一位的快慢 或者是叫数据拼合的快慢 是吧 这个东西呢 这个套路呢 我们把它叫做数据的分割 那么这个套路呢 我们把它叫做数据的拼合 其实都是一位 那不管你是什么一位 这个是一位拼合 这个是一位分割 都在门电路 或者是一位寄存器的操纵下 进行一个操作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说了接收时钟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有可能很奇怪 但是你思考思考啊 我说时钟啊 接收时钟和发送时钟 你能不能用试波器去测呢 不能啊 因为这个时钟啊 它是在单片机的内部 不是说在线上 也就是说我们在一部通信的时候 TX4D和RX4D 这两根线上 你都不能检测到时钟 而时钟是在单片机的内部 它是在它的内部才有这个时钟的概念 明白意思没有 这个TX4D和RX4D 它在一部通信的时候 它是两个数据通道 明白意思没有 就是发数据的通道和接收数据的通道 在上面是没有时钟的 有些同学说不是这样吧 那你没有时钟你怎么通信呢 我不是说没有时钟 而是说时钟不在这个通信线路上 而在这个单片机的收发单元内部 明白意思没有 是这个意思啊 本来就是啊 一部通信一部通信 一部通信它的时钟在内部约定好 约定好一个数据的问题 不是说在线上你还能测到这个时钟啊 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A和B在通信 A发送一个东西给B 那A的TXD上就有一些数据 A的RXD上就保持一个高电频不变 那如果说B发数据给A 那B的这个TXD上它也有这个数据 那么T的RXD上它也是保持一个高电频不变 是这个意思啊 你不是说我还能把这个数据时钟给测到 测到的时钟 实际测不到时钟 时钟实际上是内部约定好的啊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波特率它是什么含义 如何计算 波特率什么含义呢 有些人说哎呀我知道 波特率就是比特率大错特作 波特和比特完全就不一样 波特率它是衡量什么呢 马圆的速度马圆的传输速率 好这个地方我记下来啊 给大家勾一下红线 衡量马圆的传输速率叫做波特率 它用大B表示啊 那有些同学说了马圆 马圆是什么意思啊 马圆就是携带信息的单元叫马圆 那也携带什么样的信息呢 那这个信息啊可以是数字 也可以是符号 也可以是你的汉字编码 我打个比方啊 我写一个东西在这儿 以免大家不认识啊不理解 我说11111 你说这有什么区别啊 有些人说这个老是傻了 这11111那肯定就没啥区别 那都一样的吧 不是啊 你看我说这个腰啊 我打个比方 这个腰是几进字的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那你这么写的话那谁能知道啊 如果说我写二进字 我说这个腰是二进字 你要表达它实际上就用一位就行了 一个二进字 要不然就是一 要不然就是零 如果说我说这个东西的进字呢 是一个八进字 它需要三位二进字 因为是从000到111 那如果说我说这个东西啊 它是实进字 那可能我需要四位二进字 因为它是从0000到我们说的1001 注意啊 1001就是9 111就是7 0到7就是八进字 0到9就是实进字 如果说我说这个腰啊 它是一个16进字的腰 那有可能吧 需要四位 为啥呢 那有可能是表达0000到1111 那意思就是说是0到F呗 对不对 需要四位 那我说这个腰啊 它可能是一个字符 它可能是一个字符呢 我可能是一个阿斯克马 那实际上我应该这么写 对不对 那阿斯克马的话 那有可能是三腰 这个三腰的话 那就需要多少呢 需要八位二进字数 那应该是展开来说 就是0011 然后是00001 是不是意思啊 就是这样 所以说有些人一看 哦 那你这个地方的腰 还不太一样呢 它有可能是数字 有可能是符号 有可能是不同进字的一个数值 是不是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这种东西就叫做马源 那么马源它有个特色 就是说你要确定这个马源 它的编码方式和它的进字 分别是什么样子的 那这时候我不能确定 那我写出来公式怎么写呢 就说大B啊 等于log以二为底n的对数 注意啊 这个是一个数学运算 就是log以二为底n的对数 那这个n就代表传送的 实际传送的数据为n进字的数据 或者是说了解了它的编码形式以后 那么这个就代表那个实际的一个马源 那也就是说我传输一的时候 其实它的编码方式可能有很多种 它的进字也可能有很多种 所以说波特律在衡量具体问题的时候 要具体分析 你不能说波特律和比特律相等 明白意思没有 就把这个东西先记住啊 先记住n就代表实际的马源 但是实际的马源有可能有具体的编码方式和进字 要了解这个东西以后才能算得它的数值 好 我们把波特律先记住 一句话衡量 波特律衡量的是马源的速度 马源的速率 马源又有进字和编码方式的问题 需要实际考虑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比特律 有些同学说呢 我跟你说 比特律就是波特律 错了啊 这句话是大错而特错 我们来看一看 比特律 它也称信息速率 它是指 二进字编码的时候 每秒传输的马元素 也就是说 它衡量的是log以2为底 2的对数 明白意思没有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n 实际上它等于2 也就是对于二进字数传输的时候 比特律是这么计算 那有些同学说呢 哦 我说到这个地方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老师的意思是不是说 当这个地方n等于2的时候 那么波特律的公式和比特律的公式就一样了 你看我要给你鼓掌 非常好 说明你啥 说明你聪明呗 对不对 波特律和比特律 在传2进字编码数据的时候 它们两个在数值上相等 在含义上不等 记住这句话 在数值上相等 但是呢 两者的含义呢 不同 记住这句话啊 数值相等含义不同 也就是说 在我们串口通信的过程中 我们传输的就是二进字编码 这个二进字编码 如果说把这个地方的n 替换为2 那么这个波特律的公式 就跟比特律的公式就一样了 但是虽然说它数值上相同 但是它的含义完全不同 也就是说波特律你要考虑它实际码元的编码方式和进字数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用n来表达 而比特律只是适用于二进字传输的时候 它的码元数 或者是叫二进字的位数 明白意思没有 所以说这个波特比特你一定要分清楚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说一说 有的人说波特律就叫比特律 你以后你要给他说啊 你要给他坚决的批评出来 这个东西是错的啊 这个这个说话这样说的话是不对的 当然说你不要工作中别人 要是总共说了一个口误 说波特律比特律一样 你不要去给别人指出来 或者是说 你指出来可能你就炒鱿鱼了呀 是不是啊 所以你不要去指出来 你知道这个意思 或者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纠正过来就行了 当然说不要去强行的去较真 或者是指出别人的问题 他有可能他知道 他只是说呢 在这个串行通讯 确实两者在数字上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也有一些人不做这种具体的分析 对不对 好 单片机的串行通信中呢 他的这个串口的波特律呢 有1200的2400的4800 9600等等等等吧 到115200 这些东西呢都很常用 比如说你搞GPS通信 可能用的多的就是4800到9600 如果说你做公控 有可能用的就是9600多一些 和115200多一些 有一些时候呢 你搞那些图像 指纹头 或者是说什么东西 这个WiFi模块 GSM模块 可能你在这些东西上 你可能都要用 是吧 这些就是常见的 而且有些同学说 哎 这个东西好像是两倍关系 他确实啊 有一些两倍关系 但是也不是绝对 如果说你在通信的时候 我产生是甲机是1200 我乙机是1210 实际上也能通信 他有一些容差的处理 好 这个东西呢 给大家说一说 波特率和比特率 再说一遍啊 他实际上不一样 但是在二进制编码的时候 传输二进制编码信号的时候 他们两个数值上相同 但含义不同 好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 波特率因子 有些人说 波特因子啊 这波特是哈利波特吗 不是啊 不是哈利波特 而是指的一位一次 所需要的周期 或者是一位一次 所需要的脉冲数量 那么如果说这个波特率因子啊 我说一下啊 波特率因子在同不同性里面 它只能为1 同不同性里面啊 这个波特率因子呢 它为1 它这个波特率因子 你可以这么写 F等于1 N或者是我们 我们把它叫做N等于1吧 N等于1 N等于1 那么如果说是在E不同性里面呢 就是控制你这个门电路 或者是接收的一位寄存器 你是多少个时钟周期啊 一位一次 注意哈 它跟发送时钟和接收时钟不一样啊 发送时钟接收时钟 研究的是一位的快慢 别人研究的是 移动一次位 需要多少个最基础的脉冲 或者是多少个一位的这个周期啊 才能让它进行一次一位动作啊 所以说波特率因子 在E不串行通信里面 它常以倍数形式出现 比如说有16个16个小脉冲 控制一次一位 或者是32个小脉冲 控制移动一次位 或者是64个小脉冲 控制一次一位 明白意思吧 它是一次一位所需要的基底的脉冲数量啊 所以说呢 它和波特率之间呢 它有关系 它可以算出你这个移动的这个频率问题 是吧 时钟频率问题 它就可以以这样的一个公式写出来 F代表频率 那么这个N呢就是我们说的波特率因子 那么这个大B呢就是波特率 它实际上是与波特率之间是产生一个N倍关系 但是在同步通信里面 它只能横为1 它只能横为1 而在E不同信里面 它就可选了 一般来说 16 32 64 这三种用的比较多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 波特率因子与收发时钟频率的计算关系 比如说波特率因子为32 那意思就是说 32个发送接收时钟周期呢 数据就移动一次 那么这时候呢 你可以计算 比如说我们来一个例题啊 设定的波特率呢 是9600 那么这时候通信的波特因子呢 是16 那这时候频率呢 是多少 那你就可以算了 N为16吗 大B为9600吗 那F就等于N 乘以一个大B 就等于153.6K赫兹 对吧 就这么简单 那你说我能不能测呢 测不了 这个东西呢 这个频率存在于我们芯片的内部 内部电路里边的 不是在表现在TXD和RXD这个线上的 在一部通信的时候 你在这个线上是看不到时钟的 它只有数据的流向 而数据呢 流进去了以后 在内部呢 再经过采样和分离和识别 进行我们说的数据帧的组帧 和数据帧的解帧 这个东西要展开讲 其实还有很多内容 所以说我就不说了 其实大家理解一下就行了 这些基本的概念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就是要回到我们之前 A讲里面讲解的 NRZ是个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在看STM8官方手册的时候吧 他就说到一个用的是工业上 符合工业标准的NRZ 这个NRZ是什么东西呢 它实际上是一种编码的形式 它叫做不归零编码 它叫做不归零编码 什么叫不归零编码呢 就是说零到一的时间 它不需要每一次都要回归一遍 你比如说我说一电瓶 我下次再是一 那就接起来就行了 它也是一个全宽码 就是跟我们说的时钟 它的宽度是一致的 一会我们会说到 我们说这个数据编码呢 它实际上为什么要编码呢 就是为了让数字信号 适用于在数字信道里面传输 信号和信道不一样 信号有按照信号的种类分 可以分为好多种 比如说以这个实域上是否连续来分 我们有的时候叫做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 这是对于实域上来讲 如果说其数值随实域连续变化 那么我们就叫模拟信号 如果说数值随实域连续离散的变化 且有一个最小的单位来衡量它 那我们把它叫做数字信号 那如果说大家不知道也无所谓 这个部分的内容会在数字电子技术里边 会有讲解到数字电子技术 如果说大家没有学过 那也无所谓 后面我们讲AD的时候 我也会给大家展一下 扩展一下 那么这个信号为什么要去编码呢 就是为了让它更好的进行传输 因为我们说信道里面呢 你一定要符合信道传输 你比如说还记不记得 我们原来的时候讲那个叫啥 风火系诸侯的时候 那个周幽王咋做来着 他是把风火点燃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传达信号 让远方的诸侯看到 大王有难我们要去营救 他不是说跑到城楼上去喊一嗓子 快来人啊 大王有难呢 他不是这么做的 是不是 所以说声音传不到那么远 只能通过光学的现象 比如说点狼烟让他传送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编码呢 就是为了让信号便于在信道里面 信道 写错了啊 信道是这么写的 信道里面传输 是为了让信号在信道里面传输 所以说要采用编码 对于数字信号而讲啊 如果说对于我们说的模拟信号来讲呢 他还要涉及到调制和解调的过程 是吧 在模拟信道里面进行传输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大家理解一下就行了 好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NRZ不归零编码 他实际上呢 就是一种用零和一高低电瓶来组成一个脉冲 举行脉冲来代表数字信号的组成 我们在学这个RM0016 就是看这个STM8手册的时候 你看这个地方也提到了这个东西 但是没有人去展开来说 所以说我这个地方给大家展开一下 目的是为了消除大家的疑惑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 既然说到这个这个信道或者是模拟信号或数字信号或者转转换 有些人肯定就要搞搞不清楚了 说什么东西啊 这个课讲的乱七八糟的 你讲个单片机就跟别人讲的不一样 别人讲单片机直接给我说寄存器咋配 我们不要这么着急嘛 因为这些东西可能你以后用到 所以说我们把它提出来慢慢讲一讲 有些人说你这东西讲的是单片机吗 我们好像确实有点讲的有点啊 有需要的东西咱们都牵涉进来 因为方便于大家去延展和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是吧 好我们来看看吧 数据传送的通道 我们就称之为信道啊 信道 那么这个信道呢 它是实际上就是连接我们的收发双方 那这时候呢 它信道呢也可以分为有限的 也可以通过无限的信道 是吧 所以说信道的特征来说 有有限信道有无限信道 如果说你按照传输的信号来分呢 又可以分为是像这个模拟的信道 或者是数字的信道 所以说他们的传送类型不一样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的一些传送 可能有限的 主要是在微控制器之间 那就是数字的信道 如果说我们原来的电话线 打个电话还记得吧 那就是模拟信道 模拟的信道 好我们来看一看 模拟信道里面呢 主要用到的是调制和解调的方法 而数字信道里面呢 可能要涉及到对数据啊 进行编解码的过程 所以说呢 调制和解调 它们两个是互逆的 调制的方法就是说 把原信号呢 或者信速传来的东西呢 进行一个变换 变换了以后呢 把它变成一些模拟信号 在模拟信道里面呢 进行传输 传输完了以后 到达接收方以后呢 再把原信号呢 进行解调 把里面原始的 有用的信息呢 进行获取 那么这个数字信道呢 就是说通过编码的方式 把我们原来的信号呢 给它变换一种波形 或者是格式 是吧 让它更方便在数字信道里面 进行传输 那这时候我们说的NRZ 就是这个过程 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编码的形式 编码完了以后呢 再在远端 或者是接收端 进行个解码 再把它里面包含到的信息呢 进行抽出来 抽出来进行还原 还原完了以后 再给我们的微控制器 或者是下一季的主机使用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模拟信道和模拟信号 这就涉及到一个 调制解条的问题 我记得有一个笑话啊 我为什么贴了一个 这个东西在这呢 我给大家讲一讲 上次啊 我暑假回家 我就给我妈说 我说妈 这个东西我们家的猫呢 她说你看那猫 不是在那个阳台上 晒太阳的吗 我说不是我们家养的那个猫 是上网的那个猫 她说什么上网的猫 我不知道啊 我们家猫就在阳台上 你看躺着在那 晒太阳呢 不是这个猫啊 与她没关系 我们说的是这个猫 这个猫呢 叫做调制解调器 调制解调器 就上网用的 它是接电话线的 实际上就是把我们说的信号呢 经过调制和解调 来在我们说的模拟信道里面呢 进行传送啊 所以说这个这个猫 大家其实见过 只是说这些专用的术语 可能大家不知道 其实吧 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说我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呢 信号经过调制和解调以后 更适合在模拟信道里面呢 进行传输 这就是数据的一些编解码 或者是调制解调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数字信号 数字信号呢 可能它就要涉及到编解码的过程 编解码的过程呢 实际上就是把我们说的一些数字信号 通过一些方法把它变换 变换了以后呢 把信息包裹在其中 适合在数字信道里面传输 传输完了以后 最后再把它解出来 就这么简单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 NRZ不归零编码 所谓不归零编码 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全宽码 什么叫全宽码 就是跟这个时钟信号的宽度是一样的 看到没有 每一个虚线框啊 每一个虚线框 它这个地方就包含一个位的时钟 和一个位的数据 看到没有 就这么简单啊 所以说我们把它叫做全宽码 所谓不归零 不归零 就是看 你如果说你传完一个码源 电压不需要回归到零 那这时候我们把它叫做不归零编码 就这么简单 你看啊 这时钟信号每一个节拍 然后呢 对应数字编码 1111 011 0100 10 110 等等 就这么简单 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的什么呀 窜口传出的波形 这个波形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NRZ编码 所以说大家现在应该能理解了 现在应该能理解了 而且我们说吧 以五腰的而言 它实际上这个时钟和编码之间 它还有关系 比如说它是在下降颜的时候 把数据呢进行送出 在上升颜的时候 把数据呢进行采集 就是在下降颜送出数据 在上升颜呢 接收数据 有些同学说 老师 你那个脑子怎么能记住这些东西呢 我给学生上课是这么讲的 我说送出数据呢 就是切大白菜 切大白菜吧 这个刀呢 必须要砍下去 砍下去就叫下降颜 那如果说是接收数据呢 就是煮饺子 这个饺子放到锅里以后呢 它沉下去了 饺子什么时候能捞起来吃呢 要等这个饺子浮起来 饺子浮起来 就是上升颜 你看我都是以这样的土办法来给大家讲课 因为我觉得单片机课应该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是吧 应该是让你了解它是智能化的体现的过程 不应该把它讲得很麻烦 下降颜送出去 怎么送出去 切白菜 上升颜接收 怎么接收 那饺子熟了 它就飘起来了 就这么简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既然是传送电信号 就应该是涉及到电频的标准 那这时候电频标准 你比如说我传送信号0101的 那你0101的 我就肯定有一些电频标准 这个电频标准来讲的话 它实际上 它分为两个大的类别 一种叫做正逻辑的标准 一种叫做负逻辑标准 我说一下什么叫正逻辑 正逻辑吧 比如说我说正五伏是高电频 零伏是低电频 正三伏是高电频 零伏是低电频 那这种大家都能想得通 这是符合人类的正常规范 一种正逻辑 数值大的就是高 数值小的就是低 还有一些逻辑标准 并不是这样规定的 比如说负三伏到负十五伏 它是高电频 而正三伏到正十五伏 它是低电频 那这种的话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对不对 负的反而是高电频 正的反而是低电频 那这种系统就叫负逻辑电频 负逻辑标准 大家把这个东西要记下来 什么叫做逻辑标准里面的两种形式 什么叫正逻辑呢 就是高电压一般代表高电频 低电压一般代表低电频 什么叫负逻辑标准呢 就是负的电压 它反而代表高电频 而正的电压 它反而代表低电频 是不是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正逻辑标准里面呢 可能有两个大类 我们用的比较多 一种呢 我们把它叫做TTL 一种呢 我们把它叫做CMOS 实际上学过数字电子的同学呢 他可能知道 TTL和CMOS用的最多 那么TTL和CMOS两个 是不是可以通用呢 一般情况下 它的通用一定要看环境和看实际 你比如说啊 它们两个之间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是哪里不一样呢 在于它电压的门线 就是电压门线不一样 或者叫做电压的预值 预值不一样 你比如说我们拿这两个来看吧 这是我做的一张图啊 这个是我们工作室做的一张图 你看这两个分别是5V的CMOS电频标准 和5V的TTL的电频标准 你看5V的CMOS电频标准 它在4.44V以上 它算是高电频 输出的高电频 那如果说输出高电频在TTL里面呢 就是2.4V以上就是高电频 它们两个有没有区别 有区别 你比如说再看 5V的CMOS标准 什么时候是输出低电频呢 就是0.5V以下 那么TTL呢 是0.4V以下 所以说它们的这个预值啊 或者是它们的门线呢 不一样 所以说你在替换这些东西的时候 原则上你要考虑环境以后 你再来替换 我说这个东西是为了干啥呢 比如说我说一个实际问题 你就懂了 我问大家 74HC138和74LS138一不一样 一不一样 你思考思考 有些同学说一样的吧 我不管什么HC和LS都是138 138就是38一码器的意思 是不是这样 不是 这个地方大家拿出小本记笔记啊 我敲黑板了啊 HC代表的意思是 这个74HC138里面的这个开关的核心呢 开关单元 它是以MOS管来做的 它是MOSFIT构建了它的开关单元 而LS 它是双极型的三极管来做的 它们两个构成它们的开关单元的器件不一样 MOSFIT就是HC 而双极型的三极管中间就写的LS 所以说它们两个74HC138遵循的是CMOS电瓶标准 而LS138遵循的是TTL电瓶标准 它们两个在替换的时候是有讲究的 不能够随意替换 只不过说有一些学校可能在讲解的时候说 哎呀反正数电实验相上 反正都是138一样的 你不要管它一样不一样 其实老师说的一半对一半错 应该说他们的电气性能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逻辑性能差不多一样 逻辑上一样 电气性能不一样 所以说我每次我都会给学生讲这个问题 他们两个不能随意的替换 有的时候替换 你要是不分清楚的话 它可能要出一些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一个大黑板 来说一说串口电瓶的转换问题 串口吧 它也有这个TTL和CMOS的问题 那如果说你的电压标准不一样 我打个比方啊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是STM32 它是3.3V供电的 那这时候它的它的这个符合 可能是3.3V规范下的CMOS标准 那么如果说我用51单片机 它可能是5V的供电的 它可能是5.0V的CMOS标准 那这时候我直接 如果说让他们两个通信的话 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 灌电流的问题 灌电流的问题 就是说51单面积 它的电压高一些 那你STM32的话 它的电压低一些 那这时候就要涉及到 灌电流的问题 如果说你中间不加任何的东西 错失 那么它有可能会烧坏 它的引脚也有可能 或者是造成数据通信失败 那这时候呢 在市面上可能有一些同学 在中间串了一个电阻就完事了 这种做法实际上并不好 那么应该干啥呢 应该在中间呢 构建一个电频转换的单元 比如说实现一个3.3V到5V的一个电频转换机制 那么在我的那个书上 就是深入浅出STM8 入门进阶云用实力那本书上 我讲了几种电频转换的那个模块 就是它的采用的芯片 就是TI的一些方案 大家呢去看一下就行了 在我PPT里面我就不说了 因为这部分的内容拿到这来讲没什么太大意义 看书我写的很详细 而且推荐了我们大家遇到电频转换芯片的时候 可能有几种方法能转换 它能代表它能带来什么样的 或者是各种方法 它有什么差异 我都讲了很明白 大家看一看书就明白了 那么这是第一种 那么还有一种呢 比如说我这个这个这就是电压不一样的情况下 还有一种呢 是正负逻辑不一样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用的是5V的 那么TTR的这个标准 有可能呢 我一会儿呢要讲到 我们用的是R32 RS232的这个标准 这是一种负电频逻辑的标准 而这是正电频逻辑的标准 那么它们之间是没有办法直接通信的 那怎么办呢 也需要到电频的转换机制 有些人用了一个芯片叫做MAX232 或者叫做MAX3232 实际上这种东西就是电频转换芯片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232的问题 那么窜口通信的时候 除了我们常见的TTR电频 或者是CMOS电频 这两种正向的逻辑电频以外 还有一种叫做负逻辑电频 这主要是出现在早期的一些窜行通信上 早期的窜行通信上呢 有美国的电子工业协会 就是这个EIA 本来这个是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呢 它就是叫做EIARS232 在这个协议之下 其实还有我们平时见到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协议 比如说RS485 其实我们平时说到的485 也是这个协议里面的分支的一种 比如说还有什么422 224吗 还是422 我记不太清楚了 也是这个协议里面的 所以说它有很多种标准 基本上都是美国电气工业协会里面提出来的 所以说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其实这个标准里面呢 它讲的呢 实际上它的全名叫做数据终端设备与数据通信设备之间 串行二进制数据交换接口技术标准 因为它太长了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缩减一下 叫做EIARS232C 或者有一些更精简 叫做RS232 或者有一些更精简 叫232标准 但是你要知道 它是从哪里提出来的啊 那么这个标准里面呢 它提供了这么些个定义 比如说它的电缆连接情况 机械特性 电机械特性 或者是信号功能和传送过程 那么你去看一看它这个协议是英文的 你下来读一读也可以 但是说你不读也无所谓 你平时的时候你也能用得到 它这个标准里面呢 就是采用-3到-15呢 来代表高电频 用正3到正15呢 来代表低电频 所以说它是反的 跟我们理想中想象的那样不一样 我们以为高电频 一般来说是高电压 但它这个里面 不是用负压来代表高电频 还有一些呢 采用了一些形式 比如说数据准备好啊 数据什么什么载波监测呀等等 就是RTS CTS DSR DTR和DCD 这样的线路 那这些线路里面呢 也出现在一些窜口的转换芯片上 比如说我举一款啊 比如说CH340T 或者是CH340G 那它这个上面就有这些银角 实际上也是跟这个标准得来的 其实它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标准的 DB9或者是DB25的这样的一些接口 一会我们会讲啊 就是它按照这个协议来做的芯片 接下来 我们说到这个东西 我们就说完了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串行接口啊 实际上我们说刚刚也说到了这个东西 就是说这个232 它原来的时候呢 它的窜口接口其实有很多 比如说像窜窜口的DB9 是吧 或者是窜口的DB25 或者是DB15都有 那么窜口接口呢 我们从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现在的这个接口越来越统一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原来的时候计算机上 还有并口打印机 或者是一些窜口的设备 或者是PSR的设备 但是现在吧 它是这个设备越来越少了 它都变成了什么呢 就变成了一些统一化的 比如说USB 是不是 或者是说原来还有VGA 但是现在有些显卡上也没有VGA了 它取而代之的是HDMI 就是我们说的高清晰度的一个多媒体的一个接口 这么I就代表interface嘛 是不是 就这意思 所以说呢 有一些接口啊 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 有些接口它就慢慢没了 那有一些同学说 那你这个窜口的232接口 DB9的这个东西 现在还有些人能见到 但是有一些设备上呢 也没有这个DB9的接口了 所以说是这样 给大家呢 说一说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 我们看一看232这个标准底下的串行通信接口 这个串行通信接口里面呢 其实我们说原来的时候多种多样 比如说有25帧的接口 有9帧的接口 也有15帧的接口 但是现在25帧用的很少了 15帧也用的很少 倒是这个9帧接口呢 用的比较多 你看这是接口的一个定义 这些东西呢 我就不详细说了 因为这些接口的定义呢 在我书上呢 讲得很清楚 大家呢 可以去看一看 实际上这个DB9 也是IBM计算机呢 广泛采用以后 它普及以后 改很多时候影响了计算机的形态 我原来不是说过吗 PSR实际上也是IBM推出的一个电脑的系列 但是后面呢 由于它的一些键盘和鼠标的接口呢 被其他的计算机的架构呢 慢慢慢慢也影响了其他计算机的发展 这个地方大家看一看就行了 然后呢 我们最后呢 来说一说 因为我们的电脑上啊 你要找一个 你比如说现在有些笔记本电脑 你要找一个DB9 那真是找不到 为啥呢 因为这个东西太古老了 它这个接口很大啊 而且呢 现在用的也不多了 你想现在电脑 谁还连一个串口的设备啊 速度又不高啊 又串口的口又很大 所以说呢 现在一般不用了 所以说现在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USB 所以说我们尝试 把USB转成TTL 或者是CMOS电瓶的串口 或者是用USB转成232电瓶的串口 就这么意思啊 这种是正向逻辑的转换 这种是负向逻辑的转换 我们来看一下常见的方案 比如说市场上用的比较多的 原来早期的时候 PL2303 因为现在呢 在国内啊 有一些芯片造假 造假了以后呢 它的质量不好 不好了以后呢 它这个现在有一些通讯呢 它老出问题啊 所以说这个2303呢 我不建议大家去用 还有一个呢 是FT的232 RL 这个芯片倒是非常好 但是它这个价格呢 有点高啊 老老实实说 他和他 他们两个我都用过 速度呢 非常好啊 做的这个性能也挺优秀 但就是造价有点高 那么现在国内主要广泛采用的呢 有一种CH340 340呢 是南京庆衡的一款产品 还有一个呢 是核泰的一个 这是比较新的啊 这是才推出来的一个芯片 叫做HT42B534 这是核泰的 核泰的一款芯片 它也是USB转串口 而且呢 它还可以省去金震啊 所以说它的体积呢 可以做得很小 我来给大家说一说市面上的一些模块 比如说这个USB口 通过CH340 转换成TTL或CMOS的一个串口 这种模块比较小啊 一般有的时候 我们把它叫做刷机模块 或者是串口条式模块 都有可能 还有这种是吧 这种呢 就是加了一个外壳 USB里面加了一个芯片 然后出来几根线 它就不是针 它是线啊 你要去看清楚啊 它出来的线 是TTL电瓶 还是CMOS电瓶 还是我们说的232电瓶 那么还有这种呢 就是USB转232电瓶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刷口的 这个塑胶里面呢 封了一个晶圆 这个晶圆就是用牛屎堆啊 我们原来不是讲过吗 用牛屎堆芯片 它也有一些什么PR2303的方案 或者是CH340的方案 卖这个线 这个线呢 一般来说也是在5块到10块之间吧 这一个模块的价格 也是在5块与10块之间 差不多都是这样 还有一些呢 你要看清楚 比如说它是USB 然后呢 它用了一个232的芯片呢 把它转成我们说的232的电瓶了 所以说这时候 你要用这个芯片的 你要用这个模块的时候 跟这个模块就不一样 你不能用232的去接TTL的 否则会烧芯片 或者是烧你的单片机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TTL CMOS或者是232 所以说今天呢 我们讲了很多 应该说啊 我们把窜口相关的一些东西 面面俱到的 应该说啊 都讲到了 而且也有一些不常用的一些东西呢 我也给你说明了 应该说听下来吧 我们觉得难度也不是特别大 所以说我最后点一下题 我就是希望这个基础A和B 能带给大家一个学习 以后的创新通讯的一个准备啊 好了 我们今天这期课呢 差不多就讲了这么些 如果说大家呢 需要小王子的开发板 那么可以去购买 在私修电子工作室里边啊 那么如果说遇到了学习中的问题呢 也可以登陆到我们305348768 那么这个群里面呢 去交流 好 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就说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 再见